5月28日,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,以色列生物学家阿隆切哈诺沃,在香港出席2019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州国际科创论坛时表示,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,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得到延长,但这也导致更多疾病的发生,医药行业发展成本昂贵,希望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,推动该领域的进步。 阿隆切哈诺沃指出,120年前,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,一个多世纪过去了,人类的平均寿命达到85岁,人类的平均寿命还在继续延长,但这也带来譬如恶性肿瘤、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等病症。 阿隆切哈诺沃表示,现在医药研究面临着很多困难, 研发新药的成本昂贵,而且还面临着一些法律问题。 推动医学的发展不能只靠科学家,希望全社会可以参与进来,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。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当年致辞时表示,生物科技的金融建立在科学和研究之上,只有在科学研究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,才能找到克服疾病的良方。 他强调,今天的生物科技到了一个拐点,美国统领着生物科技方面的科学领导权,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庞大,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只需明显,对发展生物科技有迫切需求。 李小佳希望资本可以留到最重要的领域之中。